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有少数民族建立起的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他的统治者是忽必烈 当时定都在大都 就是今天的北京 传了五四十一个皇帝 他前身就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一个大蒙古国 元代的正式名号叫大元 他是取自于《易经》的前篇当中的大烟前沿的含义 元朝废除上书省和门下省 地方是实行行省制度 开创了中国行省制度的一个先河 他灭了宋朝之后 元朝开始对外战争 在一二一八年就是灭了西辽 一二一九年西征中亚一直攻打到东欧的富尔加河流域 到了一二二五年之后开始东归 从一二二七年开始 然后就灭了西夏 成吉思汗也是在灭西夏的远征当中 过程当中新军当中死亡的 一二三四年他灭了金国 到一二四一年的时候一度逼近东欧的腹地 非常久 到了一二四九年的时候 他这个招降了土藩 到一二五三年的时候又灭了大力 由于他铲绝人寰的一些屠杀行为 成为欧亚大陆人民的一个噩梦 元代的军队组成他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他主要是由蒙古人 舍墓人和汉人组成的 他舍墓人是当时的 对中国中西部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统称 其中包括利特人 像党人 土藩人等等 他都叫舍墓人 而汉人则是由齐丹 女真高丽等一些民族组成的 元军是以蒙古军为主 主要是骑兵 其中汉军和新富军 他这两个主要是以步兵为主 当时也配了少数部分的骑兵 水师 还有一些炮饼 蒙古军则是由游牧民族组成的 他非常重视弓弩 近战的使用刀剑 批砍类的兵器和抚锤之类的 这一类的兵器主要是以砍杂为主的一个兵器 原类的刀剑其实它的品类也很多 它主要来源有三种 那第一种就是沿袭和传承的 宋代的一些刀剑的一些形式 就是包括宋朝所留下来的刀剑和原宋相结合的工艺生产的一些刀剑 但是原代灭了宋之后 他仍然保留了大量的汉人军队 和他们使用的一些宋代的一些兵器 当时原代的统治者也在中原也练兵器 例如在中原它建立了一个叫冰铁局 专门生产冰铁刀剑等一些兵器 它对工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是由公务的诸舍人的中管府来管理的 第二类的刀剑就是蒙古族自治的一些刀剑 是在13世纪初期 蒙古因为它当时很少有架兵 就盔甲的那个架兵 也不生产品 所以说蒙古早期 它的部落战争所使用的一些刀剑 大部分都是像契丹、金 或者是西夏购买来的铁 自己制造 那个时候的刀剑 才是真正的正宗的蒙古刀剑 主要的形式就是以弯刀为主的 那么第三种就是 受伊斯兰和印度风格为主的一些刀剑 蒙古各部呢 在争讨的过程当中收缴了 缴获了一些伊斯兰和印度的一些刀剑 也俘虏了不少当时他们民族的一些工件 强力他们制造符合蒙古军队所使用的一些刀剑 蒙古人当时就很快掌握了那个时候的一些先进的野铁的技术 并加以大量的一些改造 这一类的刀剑可谓是圆带刀剑的主流 目前也有一些食物 一部分食物是保存在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的手里面 而我手上的这柄圆带的弯刀 它的原作是藏在杭州的刀剑剑博物馆 我手上的这柄是1比1的笔利负质的 它是典型的受到了伊斯兰和印度的一些刀剑的风格的一些影响 你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刀壳 它是十字形的 那这个是最典型的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 当然我不可能全部拔出来 我只能拔这么多 那如果全拔出来它就会违反平台的规定 所以说我们不要违反规定 我们看图以后我会配图 蒙古军刀主要是在马上使用的 主要形式是弯刀和环刀两种 在多桑蒙古史当中记载 说陈吉思汗曾经叮嘱诸继承人 他说兵械罪备者 并辞意威曲之刀 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管你的装备有多么齐全 也一定要配一把弯刀 就可以看出元代人对弯刀的一个重视 我们现在说一下环刀 它环刀的刀柄有环手 柄小 然后有一些弯曲 它继承了宋代环手的一些特点 环刀除了它狭身取刃之外 它还有一部分少数是直刃的 比如说像我这边 它的刀身宽阔 背部宽 刃的比较窄 刀身抛面成为等腰三角形 当然这个有通 咱们不说通 它是等腰三角形 大部分都是等腰三角形 开刃的角度非常小 它皮卡率都非常强 就像这种类似的 直刃的这个环刀 直刃的这个环刀 与宋代的这个环手刀呢 它这个形式是非常接近的 也是汉式的中原的一款兵器 万刀一般呢 都是刀手呢 没有环 刀手没有环 刀身狭窄且弯曲 这个护手地方呢 会有一些实质型的这个护手 然后刀柄呢 刀柄呢是向刀柄是向下倾斜 与刀身的这个弧度正好相反 它成为一个一个S型 这种这个手柄设计非常适合 在马上作战时 平割啊 挥砍啊 也便于直刺 同时呢也不易脱手 后来的金和清代的一些 配刀也都是用这种形式的这种这个手柄 在几年之前 我曾经和几个刀友 我做过一次测试 在我们那个刀友自己家 他自己有自己家有批山 他那个山上选了一片竹林 然后我们就选了一把 就是这个选了一把 圆带的弯刀和一柄日本的内拆短刀 因为那个当时考虑到日本的那个内拆短刀和圆带弯刀的它的整体长度 基本上类似 它俩的长度都比较类似 并且都是单手过持的 所以说就选了这两尾刀进行测试 当时在这个竹林里面呢 我们选了两根直径大概15厘米左右的竹子 然后中间的间距大概8厘米 然后用这两款刀进行批砍测试 首先用的就是日本的那个内拆短刀 它一刀批下去之后 当然肯定是同一个人使用两把刀同样的力度 一刀扛下去之后 然后第一根竹子过了 然后第二根竹子的时候就夹在第二根竹子里面 那然后用圆带弯刀去测试的时候 就非常顺利 一刀两根竹子全过 直径15厘米的竹子 所以说当时我就对圆带弯刀 它的这个性能就另眼相看 所以说不愧是打遍欧亚的竹子 非常牛 最后隔壁漂亮小妹妹也说了 圆带除了弯刀也没啥可看的了吗 好朋友们 觉得我这期分享的圆带弯刀怎么样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点赞和转发 江湖路远后会有期 感谢刀友和网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